字幕 enfantsUP 告答你今季首度年終三年 貼下紗馬仔 一日要狂胎十月 一日告訴你 嘩空雞 改名大喘 你憶えば up 並不是 不過我也想的 我以為2009年剛剛那個 那位藝人要旺一旺他 有什麼好提議 你要旺,就叫阿里呢? 拳王嗎? 不是拳王阿里,是蓮馬斯·告達里 因為他在元旦賽馬日連續三年 2009年一開始 就已經旺到飛起,拿了頭彩 說不定你用了他的名字之後 可以沾沾他的旺氣 對你一番坎坷的演藝事業 應該會有幫助 先調轉 這個不是多好? 不如叫阿巢吧 不如 蓮馬斯·告達里 在2009年的第一個 沙田賽馬日裡表現神勇 憑海力童、時尚風彩 和樂意樣樣夜馬 今季首度年終三年 Trina姐,你的提議確實不錯 我一應叫做阿里 不用客氣 不如這樣吧 回答後 接下來Racing B-Suppo 馬尾問的問題吧 不要得寸進尺 你自己答 不是啊 我承認了一輩子都答不到這個問題 我總覺得這些問題 都要加分給你的癡性 但是會好一點 你承認不住 是吧 甚麼問題啊 這麼神秘 我想問 這次馬山馬仔 是否同樣好像人 都要十年懷胎 對人類來說 媽媽要懷胎十月 寶寶才會出生 但是馬匹懷孕的時間 就會比人類稍為長一點 平均要十一個月 馬仔才會出生 剛剛過了他的星期日 千蠍、巨蟹、柱女 和白羊座的騎師運勢大好 令騎師王的競爭非常激烈 當日 偉達、展藝力、蔡明兆 和刀里萊四個都起碼 不過去到最後 停賽復出 白羊座的刀里萊狀態大勇 以兩冠一亞兩季三十八分的成績 壓倒其他對手成為騎師王 接下來山羊座的朋友 事業運極之長王 還要是易流而想的那隻天王 我知道騎師潘頓也是山羊座的 剛好星期六又是他生日 看來他很大機會在星期日的賽事 贏馬賀壽 不知道馬賣又會看好他哪些座騎呢 太陽敬令 不久之前才由潘頓贏完 這次原裝配搭上陣 當然要後 如果大家想知道 除了潘頓之外 其他騎年的座騎 有沒有機會的話 就要留意星期五晚 十一點五十分的三三不進 千萬不要漏了 星期六晚同一時間的穩操性勸 還有要提醒大家 就是下星期一的RE的播影時間 將會改為十點四十分 記住留意 下集再見 拜拜